Hello大家好,我是Dun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么长时间没录视频 感谢你们一直都在 因为今天天气好 所以打算多录两个 因为我马上要回国了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还有没有时间去录视频 因为我还要收拾行李啊什么的 所以呢 我就想录一个 我一直特别喜欢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的回国的化妆包里有什么东西 然后我的所有东西都在这一个包里面 然后这里面有彩妆品 然后有护肤品 然后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次回去都带了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化妆包里到底我都装了什么 首先呢 看看看看 我带了15天的引擎眼镜 因为我这次回去我要配眼镜 所以我的度数应该会有增长 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些用完 我就不买我现在这个度数的了 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个钱带回去 然后就用了 我回去不到20天吧 然后肯定会有几天 不出门呀什么的 就不需要用了 所以我就带了这么多 然后我就随手拿哪个说哪个了 然后带了一瓶面霜 这个瓶子是五云两品的分装瓶 然后装的就是倩尔式的高宝石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家是西安的 我就觉得我家比罗马干燥 然后带了一个眼霜 这一支 我想赶紧把它用完 然后这一瓶水是装的SK2的 然后我装了一瓶 应该20天够用了吧 我觉得 然后带了一个防震霜 这没剩多少了 一点点 特别少 用完就可以扔掉了 就不用带了这是很早之前 淘宝买了一个啥 反正也不太管用 但是把这是个玻璃瓶 还挺好的 我拿它装的是倩尔式的 那个蓝精灵 我觉得 我觉得我回国第一要素 就是保湿 然后这个里面是洗面奶 然后装的是福利方斯的 然后 然后睫毛膏板 睫毛膏带了两支 一支是kissme的这个 然后另外一支是kiko的 kiko的这支用来刷下睫毛 特别好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刷头特别小 然后特别密 这种看得起来 这样子的 然后我觉得用它刷下睫毛 特别好 kissme的这支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都 都知道 口红我带了三支 这支是什么的呀 我忘记这支是什么牌的 tony moly的 tony moly 这给4号是多少 我不记得了 是这个样子的 反正就是678中间的某一个 鹿华农的带了一支 开封地的带了一支 这一支回去要留给我买 我本来想去给它买一支新的 最近实在太忙了 我没有时间去市中心 就打算把这支带回去 给它算了 就不带回来 带了这三支 因为我国内还又买了一支 那个美宝莲的那个枫叶的 眼影盘我带的是这个桃子盘 因为我觉得它颜色非常的丰富 我回去想化什么妆都可以 选择性比较多 但是唯一缺点就是在刷子 好一支唇膏润唇膏 带了一片面膜上飞机体 因为回国我肯定会囤很多 这个是眉笔 什么牌子我还忘了 因为剩一点点了 回去用完就扔了 这盖子已经盖不迟的了 是Kiko的这个眼线笔 眼线胶笔 我用眼线笔倒是不太容易晕 这个咖啡色的 看起来比较柔和 然后带了一支Essence 这个黑色的 为了我的眼影 我带了几支刷子 我的刷子都是很便宜 淘宝买的那种的 这支用来刷那个底色眼窝 然后中间这支 然后就用来晕染 最下面画了点眼线的那种眼影 然后这支如果要画什么下眼 下眼线眼头那种 一点点提一下就好了 就用这个 就带了这支几支 这支下面的刷子吧 是因为我带的蜜粉笔 我带的是这一盘 所以吧 这个盖儿卤掉了 所以我总需要一个刷子 本来想带别的的 但是吧 这块块出来坏了 这一盘眼影是我妈上次来的 她的 她忘记带过去 带了一把修容 带了一个腮红 带她的原因是因为她带个刷子 刚才小鸡没电了 去换了一块电池 我们接着说 然后倩尔氏的这个精华油 这是为了带给我同学的 我同学想试一下 我有时候买东西就送了这个小样嘛 然后我觉得这一个小样能用挺长时间的 然后就给她带一个 一个五印良品的睫毛夹很方便 没有了没有了 这是给卢凯斯我们家狗狗打的 一个小狗牌 然后这是两个样品的香水 然后还带了两个切尔氏的这个水 开发那瓶不够用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应该够用了 这还是一个小狗牌 然后就没有了 这个袋子吧 就是有时候 有的机场 它会要求你把液体都装在一个密封袋里 所以我在化妆包里面会放一个这个 但是就分 有的机场它管 有的机场它不管 就万一它管了的话 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放进来 好了 这些卖就是我们这次回国要带的东西 突然刚才想到我跟我说那个粉底液 因为我家没有 然后我跟我妈付色差不多 我就不带了 不然我经常用的那个VSL的那个玻璃瓶太沉了 我其实回国吧 我是一个能尽量缩减 减少东西就减少东西的 因为我这次回去 然后我要跟我一个好朋友去看另外一个好朋友 因为他刚生了宝宝 所以两个女生们一起出售了 当然要美美单是吧 所以带的东西略略多了一点 其实我平时回去带不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吧对就是我想说的这个关于登机 因为我这些东西我的箱子里面装的其实都不是吧 我化妆包里面这些东西都是我要带上飞机的 然后带上飞机的话 因为就是我在欧洲出去玩的话 我一般出去都不买过已经 我都是一个登机包就走了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随身准备一个塑风袋 或者就是那个一家不是有卖那种袋子的 我现在手不出 旁边没有 就是那种袋子 一般情况下 登机要求就是每一瓶不能超过100毫升 然后是一共是不能超过一升 所以如果有的机场检查 比如说像国内的他们查的比较盐 你就可以把这些液体都放在这个密封袋里面 然后剩下盐液啊什么的 不算液体的 你都放在另外一个化妆包里面 如果他查了就把它分开放 如果他不查的话 你就一个包就过去了 然后因为意大利的机场 所以就是通常我一共放上包肉的过程是一般不太差的 偶尔看运气不好的时候我就不查 然后这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关于我回国 我回国的话可能会拍也可能不会拍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把现在用的那台相机带回去 然后国内有一个放了很长时间的 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用的 有可能会用手机 但是奇葩阿斯的效果可能也不太好拍了 就不知道他说在看 我会跟我朋友去一趟烟台 烟台的小伙伴你们好 然后别的就没有了 今天哎呀头发是不是很油啊 我今天终于紧赶慢赶把我回国前感觉想发的两只视频都已经拍完了 等从国内回来以后再看吧 好吧 然后我四月份回来 那我们就四月份见啦 拜拜